这次向修本尊 就是观修阿弥陀佛 透过观修阿弥陀佛来 直接转化我们凡夫的习气 有一种说法 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显教 也就是一般我们所学的佛 叫从因到果 叫因地修 因地修就一步一步慢慢的来 有一种说法 就是金刚圣他是果地修 就把如来的功德力 拿来现在我们好像也用得上 这个有夸张吗 千万不要这样一讲就 密圣很伟大 我们一般的佛法很基本不是 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而是那个全巧方便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你没有佛头的智慧 但是你可以借用佛头的智慧 马上就把自己提升到 跟佛头一样的智慧 你只要心思维是佛头所讲的理 当下你就是走在那个境界里面 我们现在凡夫就在怎么思维都凡夫的想法 凡夫的习气 凡夫的惯性 所以很难留下 怎么转就转不过 其实是因为你把自己限制在那边 习惯在那边 现在突然有人 我们再打个比喻 就是说我们以前只是一步一步的 从这个地方走到台北 走到台北太远 走到左营就好 你一步一步的走 要走多久 那因为有法 法就是有可行的途径 那所以我 还是我 但是我已经走那个 另外一条路 然后又你的资粮 又不一样 以前我是靠两个脚 现在我已经有脚踏车 甚至我已经有摩托车 甚至我已经有汽车 摩托车不能上高速公路 即使有高速公路 你不能走 除非你是中牌的 大牌的 所以一样的 这一切还是条件 还是都是条件 但是条件 常常都是自我设限 那自我设限 就一开始就认为 能怎么样 不能怎么样 那事实上呢 好 我现在急着要去左营 那以我的条件 我都没有办法 又没有车子 又没有什么 你只好慢慢的去吧 但是刚好 有朋友 他开着车子 你这个有这个条件 有这个因缘现前的 你为什么不用呢 你说十分钟要搭 没有问题 我载你十分钟一定到 你为什么不上车呢 就自我设限的 大部分都这个样子 大部分 然后以为自己 我守我的份迹 其实都不是 我们常常都用 很多观念 把自己框住 让自己 一点弹性都没有 所以 这样对吗 这样不对 这样不对 所以 很多东西 我们一定要全巧方便 要依他起 我现在有什么条件 做什么事 不要自己规范 自己以为什么 不要 那是便记词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 打开我们的心结 那一样的 我们还没有净土 为什么能观净土 我们又不跟阿弥陀佛 跟观世音菩萨 跟大师子菩萨在一起 我为什么要观他 事实上很多东西 其实你有了这个条件以后 很容易相应 为什么 我们巴士田里面 已经有这些影像 已经有这些种子 我们现在在观想 现行新种子 你现在做这样的观想 每做一次 那巴士田里面 就有这些种子 一样 我们现在像我长得这么矮 然后又这么丑 但是我观本尊的时候 我把自己观得 很庄严 然后32巷 巴士种 谁幸好都有 虽然我外面没有 但是 巴士田里面有了 你只要观过一次 巴士田里面就有这些种子 那我虽然没有 我现在还活着 长得还是这个业力 业抱身 但是我在梦中的时候 如果我发觉 我可以飞啊 可以跟诸上善人 跟佛菩萨 对话 那怎么来的啊 我平常就有在修这些东西 慢慢里面有这些种子 它可以相应了 可以起现行了 所以 这些很有意义的东西 千万不要把 那是造作 那是梦想 那是妄想 那是什么 错了 完全不尽有为 千万一定要用最有效的方式 来增长我们的智慧之良 跟福德之良 那要增长智慧之良 最快的就是深入境障 那没有这个条件 就要清尽善知识 这是增长我们智慧之良 最快的吧 那福德之良呢 当然有机会就多帮人 当然更容易的 你在坐上 修上功下施 你不要说它没有 你只要好好修 你就会发觉真的有 你那个观想力 那个念力 如果训练出来 其实我们晓得 这世间的东西都是缘起 物质化的东西 它都是有限的 但是你真观想是无限的 借着一点点东西可以变得无量无边 那到底是这个东西功德大 还是变得无量无边功德大 没有这一点点具体的东西 你也想不起来 不能弄一些空中的花吧 但你借这个 然后把它想成无量 那有根据的 那每一念出来 如果是那么清楚 那就跟真的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再往下讲一点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供诸佛菩萨 用真正的花果 它受用的是那个东西吗 不是吧 所以这个是橙色的 橙色就是具象的 这些看起来好像真的东西 那不见得是真 那个意言 就是意里面所观想出来的那些东西 反而比这个你看得见的 东西更真 所以我们要晓得 我们一切都是为心 为心 首先为事所变 所以如果真的好好掌握我们的心 那其实一切就搞定了 那这么多经论 这么多密序 其实无非都是要庄严我们的心 让我们心里面有丰富的内涵 很容易记住福德之良 智慧之良 所以不要排斥 很多我们很多学佛人都排斥密教 甚至很多毁谤密教 一讲到密教就学末外道的样子 其实你真修你才想 哇这个真的是太神秘了 太奇妙 你真的依着去做 你才会体验到它的好 不要都还没有做就说它不好 甚至否定它 这个我都觉得很莫名其妙 那为什么你会犯那个错 基本上就是便记所值 你基本上就没有依它起的观察 我们客观的看一下吧 当然达安喇嘛是修密的 那你如果说修密都不对 达安喇嘛对不对 好不好 你如果说显很好 那修显的哪一个比它好 所以我们这个就一塌起 我们从客观的来论述 那慢慢会修整我们的观念 不是说密显哪一个好不是 而是它都有它的好 它都有它的好 不要不要就是都还没有检验 都还不晓得它好在哪里 不好在哪里 不好在哪里 当然就是你如果条件不够 没有办法修 因为它要求的层次比较高一点 但要求的层次高一点 其实也不是多高 只要你愿意 问题要产生这个愿意 好像没什么条件 但这条件就是很高 一个人发心很耗耀 去做什么 看起来没什么 我们这样讲 比如说我算是音乐方面比较敏感 就学起来很简单 所以对我来讲 音乐很轻松 对一般人来讲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 这个有难跟易吗 不是吧 不是说学音乐的比学物理的 学数学的好吗 完全不是 这里面完全没得比较 但是很明显的 你如果在哪边信息够 你再要做那件事 就相对的就简单 那怎么叫信息不够 连信息都不信息 那当然就不够吧 永远不够 所以千万不要画地自现 我们学佛的人 上次最近有几个国外的 那不同的宗派的 也都算是大师了 因为他会在这个国际 这样到处走动 都有一定的分量 其实我们都有相同的理念 相同的共识 就现在已经不能还是停留在 说我好别人不好 那个阶段 合作都来不及了 也就是说 我们说原始佛教 不要说小圣 原始佛教 赞叹大圣佛教的发心 赞叹他的精彩 不要说大圣非佛说 那大圣的 赞叹原始佛教的具体 有效 纯净 如果能够这样不是很好 那么原始佛教 大圣佛教 大圣佛教 当然后来又有所谓的密教 那这个 显教 我们就分成所谓的显教密教 显教讲道理 讲道理的人赞叹 哇 他能够这样实修 把实修的功德都展现出来了 赞叹得不得了 好 那么这些实修的 知道自己 你没有那么周圆 这个是一个大学者 那个知见很高很广 哇 你的智慧很高 赞叹 这样不是就很好 就好像一家三兄弟 小弟一天到晚嫉妒 二弟 然后觉得我为什么不是老大 都要听你老大的话 那这样这一家会合吗 不是吧 不可能了 那反过来讲 老大 如果说我是老大 你要听我的 这一家会合吗 不会吧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 我们互相赞叹 那三兄弟 我们家三兄弟 从来没有吵过架 从小到现在 现在准备要进棺材了 我们这一辈子 从来没有吵过架 所以这个就是家教 从小导正 就兄弟之间的那个观念 态度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那学佛也是一样 小弟 我们如果说三圣 小圣 就圣文圣 终圣就圆节圣 大圣就菩萨圣 这个大哥 如果是以初生来讲 刚好相反 刚好相反 这个圆史佛教是大哥 那个 就是生文是大哥 然后圆节是老二 那个大圣反而是小弟 但是呢 很明显的 小弟 脚无龄啊 他营养特别丰富 那个最大的一般就是 比较 条件比较差一点 那个质量比较不够 所以这样子 最重要是要互相赞叹 互相的欣赏 互相的探讨 互相补不足 这补不足呢 很明显 在历史上 都有这个故事吧 比如说 吴卓 跟世青 也就是这个样子吧 如果要比智慧 那世青 比吴卓还厉害 世青的反应 他头脑 那种词性 记忆性 解析性 都很高 所以他对自己很致富 就好像我从小都读书 都第一名一样 就不把大哥看在眼里 我什么都逼你行 但是问题是 那大哥还是大哥 他去 本来他们都是小圣 但后来他接触了大圣 然后从大圣里面 也得到那个利益 所以很想 因为他是从这边出来 晓得这个好 我们现在大部分都画地自现 我就是不愿意 我现在是最好的 我不愿意再去探讨别的 这样好像有点 有点看不起自己 其实不是 就是正是因为你要探讨别的 才肯定你是 对智慧 对实相 是好要不要闭门造居 不要关着 在那里面耍老大 不要这个样子 如果我们 学佛的态度是正确的 你当然就会学到正确的佛 你如果 态度是不正确的 你即使学佛 都学到不正确的佛法 不是佛法有正确不正确 是学的人有正确不正确 佛法之间绝对没有错 包括我们所谓的 小圣的经典 或大圣的经典 或者密序的经典 里面都不可能有错 那你认为它对 认为它错 都是你的问题 那我们首先要先确定 一切都是对的 我学都唯恐来不及 当然我们还是要良力而为 我现在安心办到 在这段时间好好学这个 但是不要就这样得少为主 尽量的多接触 多探讨 那我们就学什么 就是要修嘛 教了学了 我们就去努力的修 那我也 这几年也真正看到 好几个如实如理的修的 都看到他们的成绩 看到他们身心的转变 那个意境 就思维的内涵的提升 都很清楚 那同时这几年 我也清楚的看到了 不争气的 永远在原地打转 学了很多 讲了很多 听了很多 但是依然顾我 身心都没有多大改变 那到底变还是不变 你一定要有变的异药 有耗药要提升自己 要突破自我 你才能提升 如果自满 有的我就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那个不需要 那你永远还是那一块料 就还是那个层次 所以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观念 决定我们的一切 那佛法就是要改变我们的观念 改造我们的态度 那个变迹所值一定要拿开 那习气的我一定要突破 不要一直用习气保护你 好 那我们接着下来 就来修一下法 那有几个新的同学 那没有关系 我们慢慢来 慢慢地来 请科长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我们今天会念这个 那你如果有机会 到任何的道场 那看到阿弥陀佛 你就在祂的面前 很恭敬地这样 把祂唱三遍 那个就是 很好的一个发书 用我们最恭敬的心 用我们最美的音声 最恭敬的 然后来赞叹佛陀 来皈依佛陀 皈依阿弥陀佛 那 这个句子呢 它通通适用 譬如说我们到 那个密研萨图 那是譬如这那佛 那么我们来看看 那个佛的名号在哪里 在第三行 在第三行 乌巴美 乌巴美 就是五亮光 乌就是光 美就是五 八就是亮 数亮的亮 五亮光 乌巴美 那 所以我们 如果看到 譬如 这那佛 南 南 这日南 南 这日南 就把这个名字改掉 然后释迦 释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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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要把这个名字 换一下 阿 阿 罗 吉 释迦 释迦 就观世音菩萨 你把它乌巴美改成 阿罗吉 释迦 那就是到我们大碑殿 你就可以这样念 通通一样 就是我们赞叹 它是如来出有坏 我们应该供养 它已经达到政变之 它是圆满的佛陀 它是众生的父祖 它的名号叫做无亮光 所以我向它皈依 我尽至鼎 就是这样子 所以学东西呢 可以套 你学好一个 你可以用很多 不是一定要什么都学到 其实 学到好东西 学一点点就够了 你就可以不断的复制 那一样的 我们修行要学好多吗 学好多目的是什么 我们当然知道 我们学好多 就是要断除我们的 贪嗔痴慢疑 我们学好多 就是展现 要展现我们的 养成我们的慈悲喜舍 那所以呢 你只要掌握到这个药灵 我修半天 就是要对质 贪嗔痴慢疑 所以当你看见 贪嗔痴慢疑出现的时候 你就要对质它 对质它呢 因为现在我们还使不上力 你没有办法对质 没有办法压下去 那怎么样呢 怎么办呢 我就看着你 不反应 觉知而不反应 不为所动 当下贪嗔痴慢疑 就找不到伴 找不到助伴 找不到支持者 找不到惩罚者 那他真的是 吃慢疑现前了 但是你倒是要惩罚谁 由我这边升起 我要对哪一个人吗 你当下就看透他 不行 这样会伤害到别人 那从你这边出来 当然你不好 当然你虽然起了贪嗔痴 慢疑 但是没有对象 没有去伤害到别人 所以也没有罪 种子起现形 现形没有新种子 因为这时候就被你看破了 他不是现形起来贪嗔痴慢疑 随形了他的贪嗔痴慢疑 造成对众生的伤害 这时候这个现形又要新种子 所以修行那个绝造力 正知正见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不是一天到晚活在意识里面 喜怒哀乐 爱护欲 什么娶啊 舍 不是那个东西 要娶该娶的 舍该舍的 不要一直抓着不放 那是喜气 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们看到阿弥陀佛 就先顶礼阿弥陀佛 真的很恭敬 真的完全皈依 没有条件的皈依 那你为什么没有条件的皈依 你真的懂得他的伟大 他已经出山游 他就永远不会变坏了 他是如来完全不着想的 如实而来 他已经完全圆满一切功德 所以应该受众生的供养 他一切都是 三明三不大 就是正等正觉 正辨知 所以这样子的佛陀 难道不值得我们皈依 我们顶礼吗 所以其实学佛要越学越具体 就是你真的要越懂越多 越确实 那学佛才是学真的 否则的话都只是仅止一浅尝即使 暂时的寄托 因为我也看太多 很多以前的师兄弟 刚开始 虔诚的不得了 精进的不得了 然后碰到一些事情以后 好像求本真也没用 求丧师也没用 求护法也没用 不相信 我在看哪边有用 听说去求阿拉有用 那他就去回教堂 说求天主有用就到天主堂 耶稣基督有用就到教会 很多这种 其实都是我们的心在那边作怪 那个心呢 我们的心不是真的心 是我们那无名的业力心 业障的心 在那边带着你 在那边漂泊 这个也不是真的 那个也不是真的 在那边跑来跑去 所以学佛真的不再多 在专精 不是你探讨多久 有没有深广 有没有深入 眼光够不够大 就涵盖面是不是够大 这样决定你到底能到达什么 好 这个我们先表达我们的恭敬 接着下来呢 我们不是生语意吗 那语呢 为了要用语 用名言 所以我们就必须 发发母音子音 就用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声音 来供养佛 语言来供养佛 所以母音呢 就是 前面 Om 阿阿 伊伊 污 利利 利利 阿 吾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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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要忘了 每一个音都有它相应的部位 Om是发语词 就是我念它把它当成一个咒来念嘛 所以就加上Om 那母音其实就后面的吧 阿阿阿 开口音阿阿阿 就直接从心这边发 阿阿阿 伊伊 是不是在你头脑里面了 伊伊 从里面的喉咙到脑部了 伊伊 伊伊伊 污 肚子啊 在你的肚子 伊伊伊 然后 利利 又在顶上 利利 这时候舌头 舌头要往上卷 利利 然后轻轻的往上弹 利利 然后 耶 爱 这是喉咙 耶 爱 是喉咙 我 奥 是负轮 就几轮这个地方 然后 嗯 嗯 啊 啊 那个 黑到 就是那个 我们 惊讶的时候 我不晓得 大家是不是有这种 经验 突然 惊吓一下 他会从秘鲁那个地方 抽筋 对不对 啊 就从那边抽起来 所以这个啊 其实就从秘鲁那边 发出来的音 啊 这个都属于母音 母音 我们再念一遍 嗯 嗯 啊 一一 呜 呜 日日 利利 耶 爱 呜 哦 嗯 啊 那个嗯 是从 丹田这个地方 发音 但是它 送到顶轮 那个啊 就纯粹 就是从秘鲁 啊 发出来的声音 啊 所以可见呢 所有的母音 其实还是有它 不同的部位 不同的部位 发出来的声音 啊 啊 好 接着呢 就是子音 子音就嘴巴 耍小聪明啦 就在嘴巴里面变化啦 在唇 指 舌 这个地方做变化 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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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下 咖 咳 下 咳 下 咳 下 咳 母音呢 都是在身体 不同的部位 而子音呢 就是口腔里面 不同的部位 不同的组合 就变成子音 那子音如果没有母音呢 就有气无声 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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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一定要振动 身体里面 咖 咖 就要母音加进来 才有声音 所以这个就子音 母音为本 子音为父 这几个 其实就是 把我们的身体里面 各个器官 各个部位 透过发母音 唤醒了 然后把我们的唇舌 这嘴巴的活动性 也唤醒了 你要持咒 要念 赞松 要什么 一定要做好准备 所以 这些都是在 修法之前 默契 明点 要把它进化一下 好 接着就意念的 做因缘观 我们知道 一切法 都是因缘 都是有原因的 会生 生出来 或者显现出来 都是有条件的 所以 因为有这些条件 所以才有这个法 佛就把 这些讲清楚 这个法是因什么 而产生 那一样 也告诉我们 这个法是因为什么 而消失 所以一切法 都是因缘 合合而生 因缘不足 或者因缘离善 因缘不去 那法就不生 就不现 这个就是一切的真理 佛 就是 只是告诉我们 这么简单 明了的道理 没有什么高深 但是问题 其实不是没有什么高深 是绝对的高深 因为 不同的因缘 就有不同的显现 那你不能一概而论 就随便就乱点 乱点晕阳谱 随便就付给他 这个结果是因为什么来 比如说 我们常常就很容易指责人家 事情没有做好 你就这么懒斗 这么不用心 这个我也曾经是受害者 我拼得要死要活 那脚尽脑汁 已经尽可能的 我能想的都想了 但我没有智慧 我没有条件完成这件事 结果你一来 就破口大骂 你怎么那么难 都不动脑筋 你说冤枉不冤枉 所以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不能那么随便下定论 尤其是有损伤性 有责备性 那叫恶口 这都要很小心 很小心 我们如果对这个能够很谨慎 很小心 大概口的恶业 就比较 会比较少一点 那 如果连这个你都 挡不住 那么其他 其实 搬弄是非 挑拨离间 就 跟着就进来 因为你都不晓得 这样是在伤害众生 然后 因为活着不耐烦 觉得时间过得很多 所以一天到晚 我讲 没有内涵的话 就叫奇语 我们修行 还是真的想要求自己 你哪有闲工夫 去讲废话 根本就没有那个闲工夫 那也不敢去 挑拨离间 那更 要防止恶口 去伤人 所以 这个 很明显的 只要我们真正懂 真正对自己有要求 要离开那些业障 那些习气 很简单 就是我们对自己 没有要求 纵容你的业障 你的习气 不断地陷钱 所以我们修半天 进步有限 好 我们 这个都是 范文 再来一次 我们修行 这里面第二行 那个黑顿要连在一起 那个H也不需要大写 黑顿是合起来 黑顿就原因 第三就是如是的原因 它是什么原因 所以第三行 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又讲了尼罗达 尼罗达就破坏消灭的意思 就极灭的意思 所以就是生跟灭 生跟灭都是因缘 生也是因缘所生 灭也是因缘所灭 不是真的因缘生了它 因缘灭了它 而是因缘具足就显现它 因缘不具不够 它就不能显现 就好像消失了 没有它了 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得失 一切只是因缘 一切都只有因缘 那我们修行 就是筹备这些因缘 具足这些因缘 当然你要得什么果相 只要具足因缘 就有果嘛 就献那个法 同样你如果福德质量够 智慧质量够 你就智慧很高 你福德质量够 你的受用就很够 就不是这个样子 你心想事成 想要什么 因为你智慧够 想要什么你知道 要什么 要有什么条件 你只要去具足这些条件 就可以 那我们一般都非因即因 想要这个 当然你具足的都不是 形成这个的条件 所以得不到 好 接着我们就开始来观修本尊 慢慢熏息 慢慢熟练 慢慢 因为熟了以后 慢慢你就可以随颂起观 你念到哪边 你的身心就到哪边 深口意 深口意 随时是打成一片的 这时候就相应了 那现在我们当然还达不到 还在摸索 还在熟悉 说不急 不急 慢慢的来 我们合掌 南无阿弥陀佛 古鲁 德瓦 德瓦 德基尼 古鲁就是上师 德瓦 就是本尊 德基尼 就是空心母 所以我礼敬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是我的上师 你是我的本尊 你是我的空心母 这个意思是什么 一方面是阿弥陀佛 周遭就有很多空心 二方面呢 我们不是前面有讲 互主吗 就互持我们的 刚刚在 我们丁丁丁那边有佛陀 互主吗 所以这些空心母 其实就是指阿弥陀佛 互持我们的那个功德力 那个本尊呢 就是我 具足跟阿弥陀佛 一样的 本来清净的 佛性自信 那 因为有阿弥陀佛 你的引导 所以我才能够 慢慢找到 慢慢具足 所以你是我的上师 阿弥陀佛本身就是你的上师 你的指导者 你的成就者 你的护持者 我们加持是上师 那个成就是本尊 那个要护持 要排除所有的障碍 就是这些空心护法 他在帮忙 所以在密教里面 有所谓根本上师 根本本尊 根本护法空心 就指这个 那事实上呢 阿弥陀佛就 一生就具足这三个 不多不少 够了 你只要真正的 靠定阿弥陀佛 专修阿弥陀佛 其实一切都搞定 也不是要 一定要修多少东西才可以 不是 好 就是我们有了靠山了以后 真正皈依了 那么你就要发心 不然 找一个不成才的 有什么用 你说 我是能够跟着你 你要拒绝也不是 要答应也不是 因为你一看 就晓得这个不成才 这个来也没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生鸡软的 没有 放鸡软的也有 你要答应也不是 不答应不够慈悲 要答应心里面有挂碍 那只好 忍受自己 我挂碍没关系 我还是给你机会 明明知道你不行 我还是得答应 因为说实在的 修行不能随便拒绝 尤其修菩萨行 不要随便说No 可能会伤人家的心 可能会坏人家的菩利种子 所以除非真的万不得已 否则尽量不要说No 要做众生不请自有 所以菩萨难为 你明明晓得这样好像不太好 但是你又不得不接受 这就是菩萨 如果我们修的是小圣 修的是阿罗汉 修了什么 你可以一下就拒绝 相应不离 你说我们没缘 OK 一下就搞定 但是你修菩萨行 就不能这个样子 为什么不能这个样子 因为层次不一样 他现在条件不够 是现在 你怎么晓得三年以后 他还是这个样子 他如果争气 三年以后 搞不好已经是你的上师 你现在看不起他 三年以后 他可能是你的大善之士 所以从菩萨的角度再看 那个又要更宽 更广一点 所以就不随便拒绝 要很小心 好 我们来归一 直至至得等佛果位 我应欲度诸有情 常以此念 生起圆满 生起圆满菩提心 只至得等佛果位 我应欲度诸有情 常以此念 七归一三宝佛陀法及身 智慧悲心与双运 勇猛精进为立众 愿于佛陀尊荣前 生起圆满菩提心 我们在念它的时候 务必要真心诚心的念 不要只是 好像在念书一样 那就不叫修行 真的修行都随时 身口意都要全心投入 那当然我们不可能 随时做到那么好 但是要尽量不要掉以轻心 修法 修行的时候不要掉以轻心 要尽可能的专注投入 好 接着 当然我们也发心也皈依了 接着就不要执着 直到一切都远起 一切 苏阿巴阿就是自信 是大就是空 沙拉就是一切 达尔玛是法 斯瓦巴巴跟前面一样 自信 一切法的自信 是到空 哈 当下就空 这个就是观空咒 所以观空咒的时候 我们一般就等词印 等词印就观想的 去了解的 去跟实相相应的 然后就内空 外空 一切空 那哈们就当下顿断 一切好像都空掉了 然后就进入 没有我 没有法 但真的没有吗 真的空吗 那个明照随时在 那觉照随时在 觉性随时在 然后就应用这个正确的觉性 如理的思维 来观想出对生境 就是在你的面前虚空中 观想这西方三圣 所以接着就是观想对生境 前方莲花月轮上 无量光伯深红色 一面二倍等词印 脱波身着三法衣 金刚加福坐而坐 又为白色观自在 左为大利大势志 无量诸佛与菩萨 声闻罗汉众围绕 三位主尊之三处 这三处叫顶喉心 顶在这个地方 顶在额头 在眉间 这个顶 喉在这个地方凹进去的地方 心在心窝 就这三处 这三处有三种字字 这三种字字就是说 这三个字 那奥呢放白色的光 阿呢放红色的光 放蓝色的光 放光明 然后自极乐境做引寝 就是说我们往极乐世界 往真正的西方 然后迎请这三尊到我的面前来 三尊在你面前 那个三尊的大小呢 我们有一个小堂卡 就是那样子 你就那样观想 也就摆在 所以你在家里面呢 你在要修它的时候 你可以堂卡挂在你的顶前这个地方 这样观修 你法本放下面 上面放堂卡 刚好在你顶前一皱的地方 那是最理想的距离 就是你顶前一皱的地方 就放堂卡最理想的距离 那那个大小也不会太大 也不会太小 所以就是那个小堂卡 如果还没有拿到 那找我们那个 找我们的那个内户拿 找锦楠拿 好 接着我们就要迎请智慧尊 刚刚我们观想起来 是你观想的吗 由你的第六意识 造作出来 观想出来 想出来的对象 那接着呢 就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迎请 迎请智慧尊 迎请真正的西方三圣 融入我所观想的西方三圣 就那个我观想的西方三圣 叫三昧耶尊 叫愿力尊 我希望能够成就这三尊 那智慧尊就真正的 如实的本尊 就他们三个真正的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士之菩萨 所以我现在去迎请真正的来 融入我所观想起来 也就是我所观想起来 三昧尊当下 他顿然就转成真正的西方三圣 好 那接着我们就来迎请 首先我要迎请 阿弥陀佛 所以 阿弥陀佛 然后班扎 撒玛亚扎 这是你的寺院 你的金刚寺院 说我有求必应 你只要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得见佛 我现在意念你 我想到你 我恭请你 你务必要 实践你的三昧夜 就是你的诗句 所以我迎请你来 是理所当然 你不能拒绝 所以你有这样子的观念 其实你迎请起来 就会感觉很具体 不是单方面的 而双方面当下都没有障碍 我真的想迎请 你也真的满我的愿 来加持我 接着下来就开始迎请 迎请我们说要结勾招印 勾招印就是 大拇指按着中指跟无名指 然后把食指跟小指头伸出来 然后微微的弯曲 这个叫勾招印 来来来 勾招印 那我们首先 左手仰掌 放在心的地方 放在胸前 然后右手往下勾 食指勾小指炸 炸就是答应来 你来 你来 然后 哄就已经 确定来 这个比较 比较难做 我们 像我们做的顺的就这样 勾过去就很自然 你如果一开始弄不来 其实可以先两手相背 两个相背 右手在里面 左手在外面 然后呢 右手的小指头去勾 左手的小指头 食指勾食指的小指头 就这样 咋 就是 确定了 确定要来 然后 放开 这样子 然后放开 掌 对着自己 然后这时候呢 小指还是勾着 然后食指轻轻接触 就已经到了 融入 我很喜悦 已经融入了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过去 过去 这个融进来呢 dista 真的融为一体 真的安住了 稳定的安住 叫dista 任 就很任运 你说有还是没有 没有 这很自在 不要执着 我确定 智慧尊 已经融入了 三面一尊 就已经融入 我所观想的 西方三圣 所以我 感恩恭敬 我所观起来的 这个西方三圣 也就真的 西方三圣了 好 那么做完以后呢 接着就要灌顶 灌顶 我们早上讲过 灌顶就是 转我们的 是 变成智 甚至 转我们的 五蕴变成五方佛 所以 这时候 就开始灌顶 灌顶呢 先外伏印 外伏 外伏就是 从外面 互相抓起来 那一般结印呢 都是右手在外 右手在上面 你这样一结 右手在外面 然后 放起来 然后 然后往 这个 中指 四出来 然后往头顶的 正中央 好 然后 收中指 伸出 十指 然后在你的 前额 好 然后收十指 伸出你的 无名指 然后 再收回来 伸出你的 大拇指 再往后 后脑勺 吸 然后 收起来 小指伸出来 左边 啊 这个是 密教的一个规矩 是中央 那前慢 前面就是东方 你如果修本尊 你的前面就是东方 不管太阳在哪边 你的前面就是东方 天上天下 为我独尊 整个东西南北 是我说了算 我们现在说 这太阳从东边升起 那也是我们相约俗成 大家共同 规定这个样子 那就大家一起遵守 那我们修行人 你本身就本尊 你就这个法界里面的主角 独一无二的主角 所以真的不要看清自己 因为你是未来佛 虽然现在不是佛 你是绝对有条件成佛的 看你自己 有没有信心 有没有自我尊重 好 那东边就不动佛 中央是 譬如这那佛 我们先这样讲 中央是 譬如这那佛 帮你灌顶 然后接着不动佛 帮你灌顶 让你成就大元净智 刚刚那个 弗尊那佛 让你成就法界体性智 然后南边 保身佛 让你成就平等性智 然后后面是西方 东嘛 前面东方 后面就是西方嘛 右边就是南方嘛 左边就是北方嘛 就这样 中央东南西北 就这样五方佛灌顶 然后灌顶 阿比善茶 阿比善茶就灌顶 五方佛灌顶 就圆满 OK 可以吗 好 那既然是 这个是真的西方三圣儿 你能不供养吗 当然要供养啦 我们请客 真的客人到了 我欢迎你们 所以我当然要供养 就做巴共 巴共 好 我们先合掌 阿比善 阿比善 阿比善就手捧着 漱口水来 洗脸的 漱口的 漱口的 然后 阿比善 巴掌 巴掌捧着 那个脸盆 这个就是 那个装水的脸盆 巴掌 不死被 花 都被 香 香 手里面香 阿罗家 灯 灯 这个代表灯心 竹心嘛 在那边闪闪 发亮 阿罗家 根 所以花香灯 土土 土 土就抹了 抹 根 地 内味的 又是食 这时候是水果啦 饭菜啦 什么 反正可以吃的啦 然后 撒打 撒打 就摇梁打鼓啊 或者是演奏啊 都可以 这个姿势 其实 你要说他什么 弹琵琶 什么都可以 就这个姿势 那 mudra mudra 就相应 完了以后 mudra 啊 哼 弹个字 就代表 供养上去的 我们再念一下 摇梁打鼓啊 摹梁打鼓啊 八点 不死呗 突呗 阿罗家 根地 这个是外供养 接着当然就是内供养 这是礼貌性的 我们供养 接着呢 其实是你要发愿要成就了 我是真的是 把我将此身心奉承上 事则名为报佛恩 我们要把我们身口印 都完全奉献出来 所以接着就是发愿了 我们唱一下 欲极乐土转发轮 恒长慈悲是有情 使云救护主众生 你战灯也无量光 这个是一个赞颂 接着下来 主尊神中 望光之邪法 从几而渡 无量光佛数 无量佛像 周满于法气 恰如一家 喜荣于其身 有没有发觉 这是所谓的随颂起官 你一定要融进去 前面那短的呢 其实是在呼请 礼战西方三圣 接着下来就把他 迎请过来了 然后领受 阿弥陀佛的灌顶加持 然后灌顶加持完以后呢 其实就这些 庄严的东西 有功德的东西 通通融到自己里面去了 变成你具足这些 精神上的质量 物质上的质量 都融进去 意思也就是都你 完全具备了 所以进一步呢 就是要发愿 发愿 阿弥陀佛 无量光佛神喜悠 大悲观音大食指 无量诸佛与菩萨 转意虔诚而其情 即使与我生成就 加持远程 无量光 刻意把它拉上去 就是代表我们那个 新的号要 新的期盼 就是你真的 真的是来真的 不是随便讲讲 我一定是来真的 我对你是真正的祈求 你要试给我真正的加持 所以接着下来 就念四甘露咒 阿弥陀佛 接受你的请求 他来降甘露 来消你的业障 来加持你 身口意的功德 能够把你变成 跟他一模一样的内涵 所以接着我们就来念 四甘露咒说 接着我讲一下观想 因为你如果只是这样 一直念下去 你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觉受 所以要观想 我赞参择 你现在就注顶 就在我的头顶上 我念这个咒 念这个四甘露咒 念的时候你就试给我加持 先加持我的顶轮 加加那变满全身 甚至变满整个法界 你可以这样子 就进来吸收加持甘露洗净一切 然后把这一切功德回向法界 你可以这样念 那我们试着看看 试着看看 你试着看看 念到这边停一下 它就变成很具体的融入 然后回向 就变成全身 就这样被干露 被清净光 就不断的扫描进化 所以修行一定要 修得很有内涵 这样就很容易相应 很充实 如果只是遗鬼念过去一遍 其实 欣喜 欣喜 但是欣喜都表面的欣喜 但是你若 有诵有观 随诵起观 你每次的欣喜 都是老老实实的 伸口意的某一个程度的 进化提升 那就不一样 九九十就不一样 一百天下来就不一样 你若只是念一百天下来 只是说我修过 念过一百次的衣轨 但是这个衣轨 一点作用都没有 就让你有功课做而已 但是你若都能 随送起观融进去 其实一百 做下来 你的感受 已经很明显很深刻 所以修行会不会相应 完全看你态度 更看你懂不懂 所以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现在我们也晓得 很多其实都是大仁波车 大来灌顶 我们也都去灌了 灌了以后 仪轨也没有 就是我灌过什么顶了 好像我灌过顶就算数了 其实什么也没有 当然也不能完全说没有 也有结那个法源 那这个叫结云灌顶 那如果真的灌顶 它一定要负责道理 我介绍这个本尊给你 我要看着你修这个本尊 我要来随时关心你 跟本尊相应不相应 还有哪边要修整 那我们当然有这个好处 就语言通 每个月都会见面 所以如果你修行上有什么问题 其实不要客气 我绝对不会笑你说 你怎么程度这么低 我就不可能这个样子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 没有程度高低 没有 就这时候你相信什么 你碰到什么问题 我们解决它 化解它 这个才是真正重要 好 那我们就不往下念了 接着 父赐对身薄雀范 就是我相关起来的西方三圣 那化显薄雀范身相 一下子放光 庄严什么都有 然后变成光 然后融入自己 这时候我自己也跟它一样 全身放着彩虹光 其实那个不是彩虹光 是指虚空里面的彩虹 有那个像没有那个直 要弄清楚 这时候我们是一个 一生的 是一个光体 不是一个真正的 不要真的觉得 我这时候是阿弥陀佛 不是 这时候感觉 全身好像充满着 阿弥陀佛的红色的光 那个大慈悲光 全身放着 然后接着呢 就借着这样子的身心状态 我们上宫下师 因为这时候你已经是阿弥陀佛 你上宫是阿弥陀佛在宫 然后诸佛菩萨加持你是在加持你 这个阿弥陀佛 所以它很相应 那我们要下师就 下师六道友情 我是阿弥陀佛 当然我法师 就是布施给这些六道友情 也是理所当然 那他供养你也理所当然 所以就这时候 我们接着下去就念心奏 念的时候呢 就是从我们的心放出光 悬出去 字是 恩阿弥陀佛 是顺时钟 恩阿弥陀佛 中间是谁字 但是我们放光的时候 恩阿弥陀佛 有没有看到我的字 逆时钟 然后进来的时候 你出去的时候 这样子逆时钟悬出去 进来的时候就又顺时钟收拾进来 下去的时候呢 顺时钟出去 然后逆时钟进来 往下的时候 所以这个方向 其实都是要让我们 在念它的时候 感觉使得上力 但是也不要在这边计较 我旋不动 我转不动 到底要转右边 转左边 那个没有关系 那个不是那么重要 知道 我现在在上宫下师就好 恩阿弥陀佛 供养十方诸佛 恩阿弥陀佛 十方诸佛 加持你 回敬给你 然后恩阿弥陀佛 下次六道有情 那恩阿弥陀佛 他们供养你 回到你的心间 就这样 四 这四句算一次 所以我们要祭祀它 不需要拿念珠 你就用和掌 恩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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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动一下小指头 这我念四遍 然后动第二个 第三第四 每一个手指头 动一次就四个 所以全部动过四十遍 对不对 然后第二轮 八十遍 第三轮数到第八 数到第八 那就一百一十二遍 我们一般都讲一百零八遍 其实你还是念一百一十二遍 比较保险 比较不会漏掉 比较不会少算 只会多不会少 多了 不一定有功德 但是至少没有过失 那少了呢 没有功德反而又有过失 这个 不乏算的生意不要做 我们宁可吃亏一点点 多一下子 那至少不会 不会精良不够 所以 学佛都这个样子 你只能够护 你不能护 你比如说 我们说 百日观 其实百日观不是刚好一百天 一定超过一百天 都取其整数 取其整数 就是你一定要避超过一百天 不能刚好一百天 还要算头算尾 要弃头弃尾 至少一百零二天吧 才算圆满 所以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不要斤斤计较 宁可多一点 多训续一次 总有一次的好处吧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念一下 那在我们这边共修的时候 明天我们会起来惊醒 因为这时候我是阿弥陀佛 所以 起来走的时候 你就先不要这样上宫下师 而是 我是阿弥陀佛 顶喉心 几 密 然后上去 全身 印作 印作着五方佛的智慧光 然后来 按着你的脚步 一步 我们说一步一脚印 我们说一步一莲花 你每一步都踏在莲花上面 就这样 惊醒 就这样 慢慢地惊醒 那你所惊醒的 因为是五方佛的光 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光 所以 顺着你念出来的声音 你观想出来佛光 其实 加持力 无穷 很多来过古元寺的 就是 三十年前的古元寺 二十年前的古元寺 十年前的古元寺 现在的古元寺 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有这么多 修行人 一起在那边共修 所以整个氛围 整个连植批 那个植物的长相 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绝对不要看清楚 我们就不断地删发出 那个对的能量 至于怎么样 那个是因缘 我们不要怎么期待 不要怎么样 你只管奉献你的能量 一定有好处没有坏处 不要计较 计较就好处变成坏处 所以 就这样子 然后我们回来以后坐下来 就又还是观修自己 就是那个虚空 就是跟彩虹一样的 说有没有 说没有又有 得那个本尊 阿弥陀佛 然后就开始念 奥阿弥陀佛 奥阿弥陀佛 那念完一百零八遍以后呢 就在你心里面 这五个字 一个融入一个 从东方的奥开始融入 顺时中一个一个融入 到之后回到中间这个睡字 就是我们的种子字 那睡字呢 那个 如果融入变成一条光的线 光的线 在你的中脉里面 就一条光线 然后这条光线呢 又融入虚空 这个就是 然后融入虚空以后 你说有像没像 都没有关系 有像就有像 没像就没像 这明光空性双印 明空双印 明空双印 就既有又无既无又有 空有无恶 空有不恶 所以在那个状况下 安住 就定 就入定 就定在这种 明空双印 空有不恶的一种境界下 闲隐无恶 就进入一种完全任运 完全自在 完全无我的身心状况 能做多久 算多久 那发觉心已经有点扰动了 做的已经有点不安稳了 那就出定 就是下做 那下做的时候要出定 首先一恢复 恢复的时候 这时候因为你要出来的嘛 所以恢复到原来你本来的我 然后把阿弥陀佛就观想在你的头顶上 回到原来的我 阿弥陀佛他是我的上师 所以我随时顶待阿弥陀佛 然后接着就往生净土 其请文 我愿意 因为这样的修持 希望我到最后能够往生净土 最后往生净土 其请文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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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命中时 不为他去所阻断 面见毕佛阿弥陀 如是我法治十愿 祈祷十方佛菩萨 加持无碍的视线 那这样子祈求以后 就念一个叫满愿咒 希望我的祈求可以满愿 那祈求满愿是什么意思 就是咒的意思 大家一起受咒烟 班恰就是五 因得利亚 因得利亚叫五根 就是我的五根 阿瓦菩萨 阿瓦菩萨就绝明了通达 就我把我的五根 完全转化成五公德 也就是说 虽然现在我的五根 五根就眼耳鼻舌身 好像是污染的 好像是有障碍的 但是经过这样子的修持 慢慢的进化 变成五妙根 五公德根 五妙玉 这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 就变成见闻秀 长觉知的功德力 我们现在是业力 是有那个能力 但是都是业报的能力 经过这样的修持 慢慢的把这五根 变成妙的五根 进化的五根 我们如果想要到西方净土 也是进根去 不是这个染根去 所以你现在存活的时候 就务必要慢慢的 慢慢的转 包括你看什么东西 一看就心生感恩 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它 不要又看这个也不顺眼 看那个也不顺眼 再挑人家毛病 这个根有业障 我们那个海淘法师讲的 你的眼睛有业障 对 真的 你看到不好 就是你有业障 耳朵听到了 你为什么好听了 你都听不到 偏偏都听到 人家在批评东 批评西 讲那些有的没有 就是你有业障 才会听到这种声音 听到这种声音 不打紧 你若有修行 晓得它只是声音 你不要去跟它相应 不要跟它相应 这群人都在说人家是非 你就跟它相应 你要停留在智慧缘起 他们为什么会讲那一群人 物以类聚 这一群人就喜欢讲那是非 所以碰在一起就讲是非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这一群人喜欢讲 但是我不批评 也不怎么样 就没有业障 所以修行就是转染成静 转业成道 我们五根现在看起来 好像是我们业障根 其实不是 不是 比如说 我对音乐比较敏感 我可以唱很好听的歌 怎么是业障呢 是功德力 业障是你把它用错 才是业障 你善用它 不是只有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 你善用你的五根 五根是一种功德根 是这个妙根 它可以成就我们很多事情 好 所以我们念一下 达达塔 好 接着最后 主佛菩萨起古年 儿子愿满我随喜 善世所记住善业 悉意供养三宝尊 愿主佛法普传扬 善业回向有情众 愿主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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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祝一切诸三根 为愿自信得成熟 额掌清静之良缘 长寿无病争无增 愿我此生等师弟 一旦命中得随即 愿能往生极乐果 上一莲花开放时 记忆彼身愿成佛 乃至得真菩提果 愿意化身独有情 一切吉祥圆满 沙瓦芒嘎浪 Om 阿 哼 所以 当然我有解说 你如果是只是很自然的念过去 其实修一坛法应该45分钟 你再包裹静坐 等时 那么坐一下 所以每一天都可以坐 早晚都可以坐 你慢慢熏悉 慢慢储备资良 慢慢熟悉它 慢慢观想的时候 慢慢能够具象 不用等死 不用等死 你急身就可以受用 所以 真的不难 不是很难就看你有没有心 愿不愿意真正的投入 如果愿意投入 其实这个法 很简明 简要 其实什么都有了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好 感谢观看